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我们第三节的新淫透视 我们由香港话剧团的2029追杀1989 记住复活节那几天去买飞看 讲到我们追杀吴忠文牧师 波导会讲福堂在金钟的教会 吴忠文牧师 他对政治认识我又不知道 但是他对政权服务我就可以肯定 很肯定 还有我说作为一个牧师 要讲政治没问题 他有权 我应该合理 但问题是我都希望他作为牧师 有些常识和知识 我这样说好像很困难 我举个例子 不是困难 人家会觉得你谦卑一点 骁士一点 他说香港自回归后 外围有金融风暴冲击 和鄰近城市的竞争力 内部侧面到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化 而带来各种挑战 有贫富懸殊 总之香港很多问题 最简单的 叫你应该和政权合作 不要搞那么多 那麽多炒骂 怎样应付贫富懸殊 和那种经济转型 喂 李老板 那些问题是不是政府搞出来 就是了 政府搞出来 强炮哪个搞出来 强炮哪个搞出来 对了 20元最低工资都说得出的 哪个搞出来 贫富懸殊 哪个搞出来 原来这样都不可以出声 我们怎样有尊严和人格 亏你还用耶利米和弹义里 耶利米和弹义里 它服务的政权 都有它的人格 有自己的格 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你怎么去为老百姓 不是好像你 说得难听 你整条狗 是懶人鞋底 吳中文牧师就直接是狗 他说话是这样的 吳中文牧师 那你表演一下 是的 各位弟兄姊妹 这样的 这条契弟 他除了说弹义里 他还说弹义里是什麽呢 他说这个先知参与政事 为帝国的事务 代求 我们都为共产党代求 希望没有贪污 没有公义 早日释放刘晓波 高唱和谐歌 那我们不可以为中国祈祷呢 就是 还有 举耶稣和保罗 拉起他们两个下水 那就是对圣经历史的知识 是不是真的 大家真的需要研究研究 他不放回他们在应有的处境里去理解 而是抽空了 耶利米也是这样 他自己有个前设 我要对着黄仁龙 对着邱藤华 对着李兆光 那些契弟基督徒 去说话 所以我就抽空圣经 咦 但以来这里合用 但以来那里不合用 但我抽到这里 你这样看圣经是不负责任 你抽一句两句去 波道会的牧师 他说自己的东西 耶稣和保罗所处的时代 也不罚政治上的激进分子 括弧 粉蕊党 但他们从没有迎合潮流 挖动取宠 只从个人生命 深处出发 以信念价值来改造社会 改造和建设社会 这种革命事 始于个人内心 直指将一个不属于此事之属灵角度 建立起来 死了 死了 香港基督教的仆街 就是因为这种理念 第一 粉蕊党 绝对不是当时的主流 是非常不主流的 第二 那什么党是主流 法律赛 法律赛人的党 就是主流 粉蕊党 法律赛人 是不要求犹太复国 或者独立 粉蕊党 要求自己 武装革命 对 你先放回现时的处境 香港人是教革命 有 例如五居公投 那叫革命 我估计他是这样去放那个问题 第二 他觉得不够温和 他觉得欲敏他们 不居公投 不够温和 粉蕊党 搞革命 他们要这样 那就神经 然后再说 耶稣和保罗 耶稣的神学 和保罗的神学 大家读神 我知道是两回事 耶稣和耶稣 保罗 保罗就是建立了 基督教的创立者 但是耶稣的神学肯定 和保罗很不同 耶稣做的事情 基本上 可以这么说 就很像一种社会上的第三条路线 假设法律赛是一党之后 粉蕊党是一党之后 耶稣是第三条路线 他也是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包括破除当时社会的所有的教条 那些框架 让人民 让我们的 无论是妓女也好 让当时盲的 弊的也好 得到解放弱小小的 那有没有一些落地的东西 耶稣的东西 这就是落地的 但是根据 吴忠文律师 他就说 他们不是说这些改造社会的 他们是说熟灵的国度 就是我们人心的改变 那个天堂那些 不是说这个地下的政治建设 那不就死了 耶稣说的 那不就死得多了 耶稣说的正确就是落地 要改革当时宗教里面的封闭和框架 而提出老太要安息日治病 又说 跟妓女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玩玩玩 这些全部是突破当时的基本法律 就是突破框架 所以令到法律赛人 或者当时主流那些套契的契弟官员 当时耶稣时代 就很不妥耶稣 第三个是要让人民那种地位提升 其中一个小弟也有研究 因为我敢大声说 主土民 这么紧要 就是天主经 对整个信仰 对人的解放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得尊领名为圣 因为国内林 简单说这几句 以前是没有人提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很薄逆和革命性的说法 即是将一些无论是妓女 或者是贫穷 最弱势的人 都可以叫天上的父亲的时候 在说什么 就是Empower 充拳给他 喂 他的老爸就是上帝 你动他一笨 你明明在说什么 即是动民的老爸就是上帝 你动他一笨 你明明是这样的说法 愿你一角来临 你只要行在地上 就是批评当时的不公义的地方 但是这些香港基督教会的契弟 似乎是很有市场的 你看看 另一件事就是三月尾的事情 这些没中刹 即是博家的宗教事务局局长 来到香港基督教背信弃义会 王庄安 不是王安石 王庄安局长 来到基督教香港背信弃义会的办真理堂 就是接见香港六大宗教的领袖 哪六大宗教 又讲一次 我考你而已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孔教 佛教 和道教 很厉害 我记得伊斯兰教 回教 和天主教 冬正教 哇 这些口水 你看看 很多口水 他来接见六大宗教的领袖 里面就讲到家庭教会的问题 他直接说 中国政府 如果熟悉中国内地教会 我想你熟一点 就是中国内地教会 有两种教会 有一种叫三次教会 就是国家认可的教会 跟天主教的外国会 那类是 三次教会 小能西 小能西三次教会 另一种教会 就叫家庭教会 就是地下的 不是家庭教育指导会 不是家庭教育指导会 不是家庭教育 是家庭教育 就不是家计会 或是家庭教育指导会 在乌铁城导会 就是国家庭教育指导会 而家庭教育指导会 我去登记 是为了保护他们 政府 都是这样的 六大宗教领袖 都带了三十多人出席 是值得欣慰的 不是几百个香港信徒出席 搶着犯人鞋底 擦人鞋面 不是那种 предлож的主要不要說話 韋傑先生 我又不認同你說話 韋傑先生 為什麼他這麼臂美紋嗎 韋傑先生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韋傑先生 為何我們這麼多人? 韋傑先生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韋傑先生 少能西三次教會 韋傑先生 全部都是燃損逃選的人 韋傑先生 那三十人是陰屍的 韋傑先生 以我們這麼關心教會發展的人 韋傑先生 為什麼會不會知道? 韋傑先生 被他們逃了眼 韋傑先生 為什麼宋濟學院、神學院都不宣傳這件事呢? 韋傑先生 為什麼呢? 逼大家這些神樂三個去,為什麼呢? 如果我跟他知道,誰不知殺人啊? 我把陳考文把整集三百人去吧 簡直是非法集會,我們要拘捕六大宗教 誰不知殺人這麼少,為什麼會通知我們這麼慘啊? 所以我們這三節,由《追殺1.89》 講到吳中文牧師和香港基督教會的不恥 就是想香港的未來願景到底是怎樣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像劇情所說的 今天是可以改變到未來的呢? 好像我們這些這樣,今時今日 即是沒有人沒有品沒有地位 正所謂華人基督教聯會都不會承認我們 我懷疑我啦,你可能會承認 為什麼? 即是你正統嘛,又當牧師又成嘛 是嗎?又幾正統 的人在這樣,小貓兩三隻在亂廢這些 到底未來是否真的可以被改變呢? 不說香港的未來,只是講教會的未來 我們做一個華人基督教支援外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都可以,也是簡稱華聯會 和華人基督教聯會一樣 幾型的 下一集我們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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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